我們也沒有衝動警察 而且有時候沒有踩煞車 就是把煞車放在裡面踩油門 這個A女看到新聞的時候 有一種那種驚嚇那種會抖 是看到許志浩他抖 他就知道這個就是那一個惡郎 他有聽到小芳的慘叫 他只是恐嚇說 你如果敢講 我一定殺了你 他還在立場把他放學 而且當他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白骨了 你怎麼嚇得了手啊 你會跟實在家屬說什麼 他講的時候他是很氣 吐舌頭居然還在吐舌頭 早上生了還要你參事 比白小燕還要參事 那些小孩還要做鬼臉 還要說太多人死 大不了過錢就好 也沒有意識不安 也沒有愧疚 很冷血 本週日晚間八點台灣歧視錄 國賠受害人的恐怖殺人計劃 是 就能說幾乎 我認識你 我認識你